方老师当年用我学哲学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 我们学了六十年了 现在在看这些大乘经教 不但是高等哲学 同样也是高等科学 我们看到现前 这世界上是尖端的科学家 他们的研究报告 我们一看就知道 跟大乘经教里面讲的没有两样啊 我们要问 佛怎么证得 诸佛菩萨之所以证得 宇宙之间的奥秘 就用寂静 要用寂灭 寂是寂静 灭是断灭 对烦恼稀奇来说的 剑死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都断了 吸气也没有了 自信的清净即灭象 显示了 这个现象是什么现象呢 没法子说 我们今天讲自然现象 讲精神现象 讲物质现象 好像都能够 能看得见 能想得到 也就是 我们六根可以圆得到的 这三种现象 自信里头 没有这三种现象 它都不是 它不是物质现象 也不是精神现象 也不是自然现象 六根圆不到 为什么 六根是希望的 不是真的 旺 能圆到旺 圆不到真 那要怎样 你才能圆到真呢 你把旺的放下 真的就现成 就这么一个道理 我如果有点灤 词